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亚南 距离2017年结束还有数天 在新一年BC省多项公共服务收费都有调整 省医疗保险MSP公款由元旦日起大幅减半 天然气和电力收费将分别下跌和冻结 可是物业税 食品价格 汽车保费等在未来一年将继续上涨 省民荷包负担依然沉重 新一届省政府上场后带来多项公共服务费用调整 部分将于明年元旦日起生效 MSP公款由1月1日起减半 省民务需接受入息审查 亦不需事先申请 费用将自动调整 省府指一个二人家庭平均年可节省900元 单亲家庭则可节省450元 同日起 和资格领取MSP全额资助的年收入上限将会调整到2000元 以一个四人家庭为例 家庭年收入少于3.5万元的 是必须通过缴付MSP 省财政厅长詹佳璐表示 MSP共款制度并不公平 对省民造成生活负担 重申政府承诺在四年内完全取消该制度 省府易于今年宣布冻结BC水电公司电费一年 BC水电公司原本已向BC公用事业委员会提出申请 要求明年加电费3% 但机构已撤回要求 重新申请要求零加幅 若申请获CPUC接纳 明年4月1日本省电费将维持不变 但此举令水电公司的预收入少了1.5亿元 使机构或需推迟偿还债务 省府易宣布BC杜伦明年4月1日冻结主要航线收费 并承诺非主要航线船票将减价15% 以及恢复长者的平日免费乘船优惠计划 由于天然气市场价格下跌 BC天然气公司将于元旦日起下调天然气收费 低路平原 飞沙河谷 本省内陆 北部 以及葛特尼等地区居民将会见到天然气价格 总体下降约6%或每年减少45元 除了公共服务开之外 明年的食物价格亦有所增长 加拿大食品价格报告预测 2018年整体食物价格升幅会在1%到3%之间 平均每个家庭要多花348元 报告指食材当中以蔬菜的升幅最大 预料明年涨至4%到6% 水果则增长1%到3% 其他食材如奶类制品 面包肉类和海鲜则预料出现0%至2%升幅 与明年预测通胀及1.4%差不多 食材越来越贵但出外用餐也是伤荷包 报告指餐厅消费预料明年会增加4%至6% 较正常的1%至3% 升幅明显增多 BC保险公司ICBC保费继续攀升 由明年11月1日起 基本保费会增加6.4% 而选择性保险则先加3.1% 随后每季再加2.2%至最多9.6% 省府表示由于不少司机同时购买基本和选择性保险 预计未来一年的保费平均增幅为8% 即全年要多支付130元 省府当时强调 省府明显已较之前报告建议的20%少 并承认ICBC正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 但改善过程虚实提醒省民要有心理准备 加拿大纳税人联盟指虽然欢迎MSP共款减半 但对纳税人来说 明年亦有不少坏消息 包括碳税将于明年4月再次调升 令BC省为全国碳税最高的省份 并取消了碳税的收入中立 另外联邦政府的就业保险计划供款以轻微增加 这几天在人们都忙着过圣诞节的时候 有这样一帮人高兴的哭了起来 上周天也就是平安夜的那天早上 报道说有一群来自蒙特利尔的人 中了乐透MAX的6000万元彩票大奖 当时他还感慨 中奖的人运气太好了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买的彩票 登录了乐透的网站对奖 接着就哭了起来 他说 是的 我哭了 那时候我的脑海里想了许多事情 也想到了我的家人 斯卡通和他的另外8名同事 平常经常合伙买彩票 不过通常他们都只合买一奖 这次因为到了节假日 他们就想多买一些 一人出了20元 其中一个中奖者海德尔 今年27岁 他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花这么多钱买彩票 这9名幸运儿已在27日到彩票局领奖 9人将评分这6000万投奖 彩票局形容 他们是在蒙特利尔市中心工作的金融界人士 其中几名中奖者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但是他们不愿透露他们的工作详情 布兰特表示 他和同事们需要点时间去思考未来 不过中奖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目标 中奖前我们大家的目标和计划都是一致的 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去完成我们的心愿 但我们会继续脚踏实地的生活 乐透Max是全国性的彩票 可累计的最高奖额就是6000万元 魁省彩票局表示 买一柱彩票中投奖的概率是2860万分之一 列志文昨日下午发生严重车祸 一名年轻女子在花园路城市路加海岛路过马路时 遭一辆加拿大邮政局货柜拖头撞倒重伤 恐有性命危险 有附近的邮站职员称 女施主当时踩着滑板过马路 被撞倒后全身抽搐 之后就不省人事 列志文骑警发言人黄寒清表示 事发昨日下午2时 警员接报赶往上述的十字路口现场 只一名年轻女子被一辆货柜拖头撞倒 伤势严重恐有生命危险 随即将伤者救援抢救 列志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组和整合意外分析 及众组部门奉照到现场调查车祸起因 并封锁花园城市路一段道路 由于现场十分繁忙 十字路口并连接到温哥华国际机场 车祸一度造成交通堵塞 警方已特别提醒前往机场的市民改道而行 事发现场对开一间邮站的职员称 市主是一名女孩 当时踩黄色滑板路过马路 不幸被拖头撞倒 她有引述警员指 女孩被撞倒地后全身抽搐 但送上救护车时已没有知觉 职员又说 该名邮政局货车司机经常来他们之间邮站入游 想不到会出事 她又透露在车祸同一天的上午 该路口一发生过车祸 但不算严重 认为这十字路口设计有问题 导致车祸频生 现场所见 事发后多名警员留在现场取证 肇事拖头的车门上印有加拿大邮政局的标志 车头没有损毁迹象 另外 在不远处的地上有一些杂物 被警员用胶布覆盖 但隐约可以看到黄色物件 看似是邮站职员所说的滑板 警方除了在现场捡走证物外 更仔细地测量拖头与市主倒地位置的距离 以及司机在车上的视角 协助重组事发经过 警方呼吁目击车祸发生的市民 请尽快与警方联络提供线索 据人民日报消息 12月28日起 北京 天津 河北 三省市将联东实施部分国家 持非中国护照人士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到那时 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53个国家公民 持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前往第三国连乘客票 可选择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口岸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口岸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口岸 北京铁路西客栈口岸 河北石家庄国际机场口岸 河北秦皇岛海港口岸中的任何一个口岸 入境或者出境 并可免签证在京经济行政区内 停留144小时 目前上海杭州南京等江浙户机场 已经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过境免签的时间大幅延长 停留区域范围扩大 使到长三角地区的持非中国护照人士 能够有充裕的时间 从事商务旅游等活动 对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人才流动 区域经济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 苏浙户地区适用的口岸 包括上海浦东机场 上海虹桥机场 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 上海无松口国际邮轮港 上海铁路口岸 江苏南京路口国际机场 浙江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 从此以后 持加拿大护照 却没有中国签证又有急事 需要回国的朋友可以不用担心了 尽管加拿大不同机构对2018年的房屋 尤其是房价有大相径庭的预测 但从下周一开始 将实施更为严格的联邦案揭新规 令加拿大房产市场未来的走势更加扑朔迷离 有理财规划师就此警告说 房市前景难测 目前房价又如此之高 加拿大人指望买房来养老 已经很不现实 应该考虑别的选择了 持牌理财规划师西蒙斯表示 现在加拿大尤其多伦多和温哥华房价高起 而人们的收入且几乎没怎么增加 因此对很多人而言 如果靠买房或拥有房产也来养老 越来越不现实了 西蒙斯指出 在经济生活中 若为了实现拥有一套房子的目标 因此而背上沉重的按揭包袱 而这个包袱超过了你工资的好多倍 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做法 这其实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目标 从家庭或个人理财的角度而言 若把太多的钱放在房市 显然会冒很大的风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席勒也有类似看法 他认为买房只是一种选择 而不应该看作是一种投资 西蒙斯说 可以算一下账 如果你在20年内还不能还清 5倍于你工资的按揭贷款 那么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租房 当然前提是要保持租金在一个合理水平 如果不付按揭贷款 那么把钱放到哪儿去呢 西蒙斯的建议是 如果不买房应该把税后收入的10%以上拿出来 首选是放入免税储蓄账户 也就是TFSA 其次是买RRSP 他说很多人是买TFSA还是买RRSP纠结不已 其实两个都应该买 不过从次序上说 应该优先考虑TFSA再考虑RRSP 这应该是一个经验法则 因为从税务规划的角度来看 TFSA与房子很相似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两种投资都是在免税的情况下增值 西蒙斯总结说 对加拿大的任何人而言 即使你一辈子租房子住 一辈子都没有拥有过房产 你照样可以享受无忧的退休生活 你退休之后的生活水平 也不见得会比有房一族要差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角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